人家里没有东西 怎么能陪你贪心 怎么能陪你逛整夜的成品 这寻找什么目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扣谢和弦 怎么会想到在那个时候 就是今年的时候 发了一张自己的EP EP 其实那个EP是 也是想要 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然后EP里面有三首歌 然后其实那张EP没有什么宣传 然后也没有什么经费 就是完全是 算是送给 就是这六年来 在我身边听我很久的朋友们这样 那时候你自己在完成EP的同时 就已经知道这张专辑 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介绍这张 虽然很芭蕾这张专辑 已经是确定要发行的吗 还是那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么确定的 那时候还不是那么确定 还不是那么确定 对 但发完之后我就想说 那个接下来的4月15号 是我要满22岁的生日 那我想要赶一个 赶一个生日礼物 再送给自己 因为很多的朋友 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会以为这是艺名 而且会觉得 嗯这个艺名取得还不错 和弦和弦 但它真的是本名哦 是它是我的本名 是我的阿公帮我取的 为什么 你知道你有问过阿公说 为什么你帮我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吗 阿公是说 我小时候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嗯 然后我都会去摸它 放在床上的吉他 哼 然后他就把我叫做和弦了 哦 就也没有 也没有去算过名字这样 很单纯的 阿公听说是家族当中 号称吉他之神 也没有说吉他之神 但是在我心中 它是我神 是神这样 对